今天我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今天獲得獲錯很多的案情 過去為什麼不講 過去我們真的不願意講的原因是因為 講的過程當中好像獲錯都會歸住一方 所以我一直說 那個是會一面之刺而需要剪掉去還原 而且在整個協商溝通的過程之中 如果我們把案情說出去 把所有的獲錯都歸於一方的時候 其實這整個過程雙方的誠信跟雙方的尊重 也是會比較有所欠缺 但是今天到國會來了 社會上有這麼多這麼多質疑的時候 署長就必須把它說出來 我們真的忍耐了忍辱負重了很久 今天不是沒有真相 而是為什麼會引發出這麼多的問題 第一點就是他們一直選擇性的說話 然後又說謊 然後一直不斷的擠牙膏似的 所以今天才會排這個專案報告 那第二點剛剛署長有講到 他說這個會影響他們的談判 那麼事前也來可以跟我說明啊 為什麼會透過管主委 在這個臉書上公布了之後 然後今天又改變 這個過程當中 不管今天是管主委他要扛起這個 所謂的指責 或者是海巡署說是他覺得會對談判有所影響 這些都可以事前跟我商量 而不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所以為什麼外界會有這麼多的質疑 就是主委的態度就是署長海巡署裡面的說明 一直是不清不楚擠牙膏似的 所以我才會派這個專案報告 也不會做得到 很熟悉 頭的這種製造 我可以介紹海巡派 你知道嗎 我可以嗎 就算了 他們的詞 這麼說 這是什麼 吵 那